第二十一屆釜山國際電影街在六日盛大展開 由張綠導演指導的開幕片《春夢》 於六日下午舉辦記者會 眾多記者將現場擠得水泄不通 為回應大眾的好奇心 曾指導過多部知名電影的導演張綠 在現場稍微說明了電影名稱《春夢》的意思 一張《春夢》對過 我心想要有雅的夢 但是我心中心想要在夏天的夢 但是 張綠導演指導委員長 兩次和三次 三次都會說是雅的夢 而且每個地方都會更加進行 而身为女主角的韩依依依也跟大家分享了她对此片的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